听到这个社交距离APP敲了一下 一看我吓一跳 北市副市长蔡炳坤确诊居隔好几天了 才收到社交距离APP让他超无言 他5月24日确诊第6天5月30号深夜 社交APP时来的通知 他确诊前一天有接触时3分钟 系统要他冷静面对自主健康管理 经过了7天 现在再回来通知我 是不是在做校正回归 系统完了一周才通知蔡炳坤酸 这不是校正回归 什么才是校正回归 立委高嘉瑜也有一样的遭遇 522确诊当天社交APP 显示5月16日有接触两分钟 但染疫之后一周再回头检视 突然发现有好几次身处险境 他改编诗词分享脸书 默然回首已经确诊 接触记录却在灯火蓝山处 那我发现这些新增的记录的时候 都已经确诊 而且在家居隔了7天 这个默然回首已经确诊 但是确诊记录却在灯火蓝山处 到底社交APP准不准更新速度 使用者遇到的经验都不同 每天都收得到 确诊的记录吗 没有 没有 每日通知无接触记录 也有人跟蔡炳坤高嘉瑜的状况一样 系统慢半拍 确诊的时候你朋友或是家人 有接到这个APP的通知吗 也没有 时间太慢了 因为就是都已经发生很久了 好多天以后可能才通报 至于指挥官 陈时钟回应 这是判断工具 不是唯一工具 这个APP是让你做判断的一个工具 是一个参考的工具 那我个人使用起来 我觉得对我自己蛮有帮助的 社交距离APP是在两公尺内接触超过两分钟 就会显入资讯 但速度不够及时 甚至是确诊之后一周才收到 也不仅让人质疑 这功能还能有效发挥吗 TVBS新闻台北高雄 最后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